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这里我要介绍跟记录台湾的国民临时 那这边介绍的是魏王王子面 好,那说起这个王子面在台湾也是存在非常悠久的历史 那相信在台湾的不管是四五六七年级生 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共同的回忆 好,那印象中大概在我国小 就是大概是1984、85年时候 就在一般的商店,干嘛点,看到他的一个踪跡 那小时候有时候去干嘛点的时候 都会拿着我们这个身上的利用钱 去买这个王子面来吃 那因为他的吃法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王子面这个里面的面 用手把它捏碎之后呢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调味包 然后把它摇一摇之后呢 混合均匀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手抓来吃了 但是呢,小时候的父母都会认为王子面这个东西 里面都有添加那个防腐剂 而且他是这样子干燥的面这样吃 对胃呢,或是对身体都很不好 所以说,蛮多家长都会反对 小朋友去买这个王子面来吃 那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偷偷的 在吃这个王子面的东西 好,那王子面 基本上他除了用我们手捏碎这样子来 摇一摇之后呢,来吃之外 其实还有人呢 会把它拿来 用冲泡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面呢,打碎之后 然后你可以拿一个这个类似的这个玻璃的这个水杯呢 然后把王子面倒进去 然后再加上热水之后呢 然后冲泡完之后,你可以用喝茶的方式呢 把这个面把它喝进去 OK,那 像我的话呢 有时候我都会再多加这个胡椒粉或是盐巴呢 那增加他的一个味道呢 这样来吃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风味也是还不错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面这个王子面的这个图示呢 是我小时候 基本上看到的这个版型 还有他的这个 脸呢 就是已经是这样子的 好,那 魏王也算是 王子面他的一个创始的始祖 后面才有这个统一呢 我加了这个科学面 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也是做类似王子面 这样一个产品 那所以我印象中魏王算是王子面 这个 第一把脚椅 是第一个做的 这样一个厂商 好,那 这是他的封面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买到的王子面呢 他现在是用铝箔的这个包装的方式 以前的王子面 他很多会用那个塑胶 这个带装 而且那时候的王子面也比较方正 那不像现在的王子面 感觉就是比较小 比较小块 OK那 这是他的一个 包装的后面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钠含量有高达860毫克 就是里面的这个 有附一个粉 可以给我们 来把它搅均匀之后呢 然后拿一张调味料 这样来吃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 背面的部分 那这是他的一个相关的品名跟成分 好,那这边的话呢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现在王子面 他除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 跟调味粉这样 混合吃法之外 其实卤味 他有出给卤味使用的 就是里面没有含调味粉 直接 都要 加热卤味里面去 然后去当里面的这个面条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面呢 把它捏碎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把它捏碎 那有的人会把它捏到很碎 有的人会 捏 让它有一点 一块一块那种感觉 就是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这样拿来到一小块 这样来使用 好,我们稍微捏碎之后呢 那我们把它打开 一般来讲就是 上面这样撕开 好,因为我们这边撕好像不是 很完整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用剪刀的方式 稍微来剪一下 好,可以看到呢 这是里面的 这个面的部分 然后呢 它里面有附了一个调味包 以前调味包的话是透明的 这个 塑胶袋 塑胶的那个袋子装 那现在这边改用是这样子 铝箔 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 调味包的部分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呢 把它倒进去 好,这是它的一个调味粉 好,这是它的一个调味粉 可以看一下调味粉 里面它有点 脱水的那个蔬菜青葱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倒进去 好,倒进去之后呢 好,可以看到里面就有一些粉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 以前都是这样子 把它这样子 揪揪 就是把它 弄个均匀 好,摇一摇 好,那 摇到它整个都 跟那个粉呢 都已经接触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样用手抓出来 就可以拿来食用 OK,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拿来用吃的 好,那我们在这边为了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把它倒出来 好,我们把它倒在这个盘子里面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纸面 好,我们在这边呢 把它倒出来 好,倒出来之后呢 好,倒出来之后呢 OK,这个网纸面我们放旁边 好,那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这个 倒出来之后的这个面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 它其实已经混合到一些这个 刚才这个胡椒 粉在这上面了 还有相关的盐巴 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把它 拿起来这样吃 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另外一种 做法呢 它基本上我们会把它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然后我们去冲泡一下热水 它就会慢慢的在里面 这个茶杯里面的膨胀 那 大概冲泡时间 大概是两到三分钟左右 那它就会变成一碗 类似杯面的感觉 那个杯面这样吃起来的味道也还不错 假如你不想吃干的话 像这个的话那它这个 有时候你这样子吃 基本上它的 也是满咸的啦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 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王子面的味道呢 算是 原味的部分 个人是觉得 因为这也是从小到大吃过的回忆 那所以说这边 一样开箱 记录一下 那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 也是 跟我一样都已经有吃过这个王子面了 好,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今天这个介绍这个王子面 这个东西 那这是盘子上面的东西 让大家再看一下 好,那这边我们就介绍这个 魏王王子面到这边 我是魏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